花蓮國盛一街一間酒吧 上個月二十九號清晨七點多 發生了衝突 店內有一名喝醉的客人 是摔爛的酒杯 當場跟酒吧老闆爆發口角拉扯 原來這名酒客是之前的員工 才上班十一天就辭職了 跑來跟老闆討薪水不成 爆發衝突 光著上身喝得醉醺醺的男子 不斷嗆聲酒吧老闆 兩個人從酒吧內爆發口角爭執 一路從店內吵到店外 就連警方到場還是沒完沒了 喝醉鬧事的張心男子 因不聽規勸被警方壓制 上銬帶回 花蓮市國盛一街上的一間酒吧 上個月二十九號清晨七點多 店內一名喝醉的客人 突然摔爛酒杯 當場和酒吧老闆爆發口角爭執 原來這名酒客之前是酒吧的員工 上班十一天就請辭 跑來跟老闆要薪水 老闆說要等到發薪水才能夠匯款 男子一氣之下摔爛酒杯 兩個人因此爆發衝突 那現場雖沒有任何的糾紛及打架的情勢 但是一名男子明顯因酒後情緒激動 那並向他人丟止自己手機的一個狀況 那警方隨即將其強勢的控制來管束 幸好事發當下雙方有人都在場勸阻 才沒有爆發肢體衝突 警方到場將喝得醉醺醺的張姓男子 帶回管束 並將依社會秩序維護法開罰 記者許立琴 花聯報導 記者 李宗盛